13号台裁判员温龙 运动员阿布拉江 李克 14号台裁判员魏金亮 运动员孙鹏 石汉清 TV2号台裁判员杜怀裕 运动员猪龙 王鹏 TV1号台裁判员王航 记录裁判员张宝 董春波 运动员楚柄杰 郑宇博 下面比赛开始 郑宇博您好 楚柄杰您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3 2 1 开始 郑宇博 莫得开球选择权 郑宇博 我尝诺 郑宇博 预防战 我其实是舞维 东 참帅 江西休水分战赛 第三阶段64-32 TV1号台比赛正在进行 大家中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庆友 本场比赛也是本次分战赛 第三阶段的一场焦点之战 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冲球的 来自吉林的球手郑宇博 对阵同样来自吉林的球手楚秉杰 比赛采用25局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两位选手之前在线下的比赛 也是互有胜负 两个小伙伴 这真的是小伙伴 来自同一个省份 来自同一个城市 对的 如果说在吉林省内 找出一些同龄的 他们之间 比如说也是球技 有些相当 王云 对 而且他们在打一些 省市的这种团体比赛里边 这三个人好像还组过队 那不就是梦之队啊 周一波 王云 出兵节 随都可以打男单 对吧 配双打也可以 没问题 而且在之前的出兵节的这个婚礼上啊 嗯 周一波也是半狼团其中一位 对 半狼啊 嗯 这一根11号就并不算特别难啊 打薄了一点点 那周一波左边边库的7号球啊 下边上边啊也是没什么好打 两位选手在之前的比赛都是获胜了 那么是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胜部的比赛 嗯 赢球的一方将进入到第四阶段 对的 输球的一方在今天的傍晚5点30分 还将有一场比赛 周一波也是量了一个向下角度 但明显是这根白球向前的这个力量 太轻 角度有点偏直 因为必须要留角度下来啊 去把这个7号球带出来 会强K吗 偷一点点带脚 巴黎 还是没有K火吧 嗯 这个球有可能轻推能够下 就是9号没有挡住 进球线了 够下 没问题 7号球铁库 两位选手啊 因为太熟了 所以我感觉比赛当中可能打得相对更开放一点 对更开放一点啊 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纠缠 纠缠在里 搂抱这些 对攻 比一比这个外加攻啊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 其实就算是练或者怎么样 但真正的在比赛里面这种对抗 他们两个机会可能还不太多 嗯 没错 这也算是一次机会 拿好了 真刀真枪 拼一下 一个是呢 能够看看双方的一个水平 是什么样子 差距有没有或者差不多 双方的一个水平 是什么样子 差距有没有或者差不多 再一个也给大家奉献一场比较好的对攻的大赛 白球有想法 开轮掉十一 这也是朱冰杰在之前长期参加国际球球比赛啊 对于主球跟子球的这种 开轮打法啊 判断跟理解啊 加上本身的一个控制能力啊 变化也多 所以在一些实不可解的时候 他总会有一些创造力 没错啊 你感觉可能他还分两步 他用一些自己的走位的线路 把它变成一步就完成 所以说这个师傅领尖门 教了你几年的这个功夫之后 你必须要干嘛 行走江湖 跟高手对抗学习 汲取别人的长处跟优点 举长不短 最后白连成钢 这几根啊 把这难度就全部切开了 对 中带角度向下 但是这个高杆下来的方向是奔着13来了 要小心 不要将13号撞到边扣上 正常不用其他特殊杆法 向下推这方向还是要控制好的 打底带了 这一撞 左边中带看看13还有没有 没办法了 直接保15 下面低竿弹底裤再往上走 请不吝点赞 第一局 出品节奏 一分一比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 相信有几位球员陆续被淘汰了 他们分别是张汉轩 杨航 贾子龙 斯小宇 郭立 孙洪锐 欧洪峰 王玉浩 相继的落败 在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呢 在今天晚间的8点30分将进行本次分战赛第四阶段的抽签仪式 明天上午9点钟 三十二进十六的比赛准时开始 进入到第四阶段就没有双败了 对 单败到底 直到决出冠军 本战分战赛也是我们今年第四战的分战赛 也就是后一战分战赛 这一年的比赛 在2018年度 乔氏中世台球国际积分榜排名前八位的选手 将获得直接晋级总决赛的名额 那么现在两位选手呢 郑宇博是排在第十四位 集13292分 朱炳杰排在第26位 他的积分是11000分整 那换句话说 郑宇博 可能在这个最后成绩上的要求 要更高一点 他才有可能 以前八名的身份 直接晋级总决赛 没错 一旦比赛有失的话 那他还得在我们稍后 这边的 会外赛里边 会外赛里边 也叫中国区选拔赛里边 还要在征战 其实今年第一战 山东临一战 郑宇博也是因为个人原因 没有来参赛 就这一战比赛没打 看这个烈势啊 还是挺明显的 推弹起来 角度也合适啊 主球也不需要再上裤边了啊 稍稍带一些力 可以做一个 白球向右的角度 稍稍有些多 角度有些大 可能要跑有多酷了 要注意避过 左边中带的带口位置 对 尤其是这一杆下来 你是在五号上方 就容易吊带 五号到六号的 封印中间好一点 嗯 对 这一杆球勾到了 挑杆吧 非常直啊 看这个干粒的 重一波上手 黄一右边中带啊 再往上走 可以先叫三 先防一干的打气啊 不着急进攻 所以说我们的球 一定要打合理化 没错 世界冠军上来这种球 也是一定要去 先控制一下 毕竟我现在是被动 然后我要拼复一 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就有一定的风险 是打不进去的 可以先摆散了 自由出 利用一点中定格往下走 先叫七号跟一号球 放到这个位置呢 就带口球 六号没必要留了 打得往上 白球不需要走很远 地竿轻轻打 两个底带 如果比较直 甚至于说你地竿拉回来 八号叫中带都可以 第二局正义博胜 一分一比一 小了 看来 比较多 一分钟 没 drag 一分钟 不是 味道 闹 不 喜欢 闹 感谢观看 第三局 郑宇波开球 感谢观看 加杆 打出一些角度 不能太轻 二号两边中带都有下 这盘球里面主要还是 在三四这个位置的一个先借 黄宇可以走个两库 先叫一个二号左边中带 然后再推过去 最好能够先去调里面的红三 把最难度的球先解决掉 白球打进一号之后 最好能沿着开球线的这个位置 盘边库 对 再起来 起来的话这角度就舒服了 感觉 除非你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这两边的四七 有点太分散了 那我先打掉一颗 还有把握 那我就先处理 确实 两个人主要还是比较放松 说实话 没有说就那种 顶尖高手互相给的那种压力 是不太有 太熟悉了 所以打很开放 应该这场比赛会有很多 长台或者精彩球 是 看就是谁放飞自我 放飞的更开 更开放一点 是 有没有什么高级的想法 还是要过来K一干 8号又是撞到了裤边 这盘红三有机会可以翻中 储敏捷最干也是有想法 翻中带 发力高干 有一点点细裤 将4号也带一下 好修 但是可以下一个很强的左赛的高干反赛 因为你现在屏幕上面还有一个黄衣 这个位置虽然离带口比较近 它还不算是特别好的位置 要靠左边的边裤 突兵节这个看样子还要盖去 把这个黑八带一下 过来顶到 再走 再走 左边没有上方黄衣削平准度 高干发力 走三扣 能力强的球员 打这种球 很让人放心 打这种球员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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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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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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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看 unbelievable 没有较直 还有钉的角度 第八句 钉与伯胜比分5比3 第九句 鎖目 些钉的绝 1号 还要再看一看 够吗 有机会的话 还可以去K 自体语言来看 问题不大 这一带 中带 没问题 刚好红三角度向下 后面还有机会 用六号去 就用六号 把二四的位置 去衔接一下 甚至于说 你不想去带 那么你二号存 四号去 自己去调整 一个准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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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10秒 延时 5号球还可以过渡 这看球是有机会 直接调2的 看准度吧 够准的话 就高杆打进的弹过来 一瞧瞧 这准度 科学无法解释 再来 有信心就一打一撞 我也说 这个球其实它本意还想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一个定干就好了 现在需要 从下面 看要不要去钻个缝隙 对可以撞可以钻都可以 可以 第九局终于播送 一分6比3开球青台 官方暂停10分钟 10分钟会到判断一局 出饼节开球 稍稍费点心的还是12号 选单色就是2号球 对 下半台的话 花色球的位置相对比会好一些 虽然说有个11号球 稍稍靠中央下方的边控 但是这个衔接互相 就12 14 9号 10号 而这个4号跟5号之间是来回打可以 但是你向屏幕的左上方 去衔接2号球 就不太容易了 毕竟是左上方刚好 这条线路上有14号球 还是选单色 一带一带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看黄衣 如果黄衣没有的话 左边有个难度的2号 上方有一个超级薄的漆 谢谢大家 五号可以指甲肝 主要来看看这个四号借力 或者二号球 单下一颗再来 而且你黑八在下面两个底带也是都没有 必须要去选择后面留一个非常好的球 来下篮叫黑八 带一点低杆弹空起来 力量不要太重 打五刚好上去 可以先叫七号跟一号球 然后利用中带的六号向下来去衔接 带一些低杆 把黄衣有角度横向高竿 翻边过来过来 那这个角度六号八号 都可以叫右边中带 都可以叫右边中带 第十局出并结胜 比分四比六 一边儿 一边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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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控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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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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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看 漂亮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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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不需要 感谢观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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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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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力量上 你不大不小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选择一个方案之后 坚决地执行跟贯彻 第18局 郑宇博射 5分9-9 伯仁康暂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 判斧1局 好了 转经结束 比赛继续 第19局 终于播开 9比9 25局13胜的比赛 现在双方是平抢4 对了 竞争非常激烈 整个比赛的走路 是在赛前 跟我跟张志导判断差不多 差不多 整方没有采购的纠缠 都有可能打到12比12 嗯 非常激烈 dono sino 来 空 太 盛 airlines 小 温 烟 都 这 是 还要拼吗 这杆球要强行再去攻的话 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值得一拼啊 如果能拼一下并且较到位 有机会精彩啊 中带又乏力了 13号球贴库 财队员抱了贴库啊 那么白球在装完13号之后 这两颗球或者其他球 必须还在碰一次鼓边 才算一次有效击球 但是近了就继续打 看这个中带 黄毅 10秒 也算是先调了一个5号啊 先解决一杆5号球 然后再去想办法 把下方的4号球还要再处理掉 而且这杆高杆向前推啊 多少要轻轻顶一下8号 这个时候的6号球 就是体现正义不能力的时候了 长台 准度 能稳定打进 回手再来 我说2号球再来一个 10秒 还是感觉 这不合适啊 还是要打 没办法 这不合适啊 感谢观看 没有带到10号 分离的角度 与处并结判断的角度 还是有一些偏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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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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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感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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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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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